公元前389年,被魏国按在地上摩擦了将近30年的秦国,终于在秦桧公号召下奋起反抗入侵者,举全国之力,凑了50万大军,浩浩荡荡杀向要道殷尽,是要收复被魏国强占的关中河西之地,被吴起带领的5万魏武族打败,秦国颜面尽失,诸侯悲擒,从此,秦国20多年不敢出函谷官,魏武族也因此名动天下,魏武族为什么这么强? 秦国50万大军又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吴起,战国初七政治家,军事家,改革家,是诸子百家中兵家代表人物,与孙武,孙殡,魏辽,并称为兵家四圣,吴起被称为亚圣,吴起本是魏国人,早年曾学儒术,后期儒学兵,先是在鲁国供职,后于前410年左右转投魏国,当时执政魏国的魏文侯, 魏文侯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,他任用李亏实施变法,布局一格提拔人才,对于吴起的到来,魏文侯曾询问李亏,吴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,李亏说吴起好色,但用兵连司马杨居都不能相比,司马杨居是齐国名将,曾击败国晋,燕军队,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地位, 李亏把吴起比作仰居,不禁让魏文侯刮目相看,在魏文侯看来,只要这个人有才,能够振兴魏国,就可以提拔,至于贪财好色的小毛病,一概不计较,就这样,吴起被魏文侯提拔为将军,而吴起也不负所望,他大力改革魏国兵制,创立五族制,将春秋时期以来的动员兵制改为募兵制,以专业军人代替此前的临时雇佣兵和农民,五族制的核心内容是精兵战略。 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选拔士兵,他要求士兵背三天干粮,半天行军百里,并配备护甲、铁盔,熟练掌握利剑、长矛、弓箭等装备,一旦通过考核,即可免除全家摇曳,还能享受分配田地和房屋的优厚待遇,在吴起严格的军事训练下,魏军战斗力有了极大提高,同时吴起还十分懂得调动军队士气,在举行庆功宴会时,吴起让立上工者做前排,使用金、银、铜等贵重餐具, 牛、羊肉、立次工者做中排,餐具和餐食适当减少,无工者只能做后排,不得用贵重餐具,对有工者按战工大小分级赏赏,对死难将士家属,每年派人慰问,赏赐他们的父母,以示不忘,另外,吴起还十分懂得体恤士兵,曾有士兵掌窗化农,吴起看到,就用嘴去吸吹,士兵的母亲听到后放声大哭,一问缘由,这位母亲回答, 他的丈夫曾在吴起手下,也因声窗被吴起吸伤口,以至于被感动得稀里哗啦,打仗十分勇敢,最终死在战场,如今他的儿子势必要不起后尘了,吴起改革三年,魏军士气大震,公元前409年, 魏文侯命吴起伐秦,吴起率领魏武族,一举功课临近,洛因等整个河西地区,建立河西郡,吴起本人成为河西郡首任郡守,在此后的几年里,吴起和他的魏武族聂中山国,拜韩赵,退秦国,共参加76场战斗,全胜64场, 其余军已平居收场,开拓千里土地,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战斗力最强悍的诸侯国,因尽大战,兵力悬殊的较量,魏武族大破秦军秦魏,原本以黄河为戒,丢掉河西之后, 整个关中平原完全暴露在魏军铁梯之下,这让秦国非常难受,夺回河西势在必行,公元前389年,秦国争调50万军队讨伐魏国,魏国士兵在听到秦军进攻的消息后, 不仅没有被吓退,反而不带命令自行穿戴甲昼,要求作战,无起充分利用士兵立功心切的心理,挑选5万个没有立过战功的步兵, 由自己亲自率领反击秦军,魏武侯又为其加派战车500胜,骑兵3000人以撞声势,从表面上看,秦魏两军规模差距悬殊, 但秦军大部分是从农民中临时征调,装备简陋,素质低下,而魏军是清一色的特种战士,装备精良,战斗力强悍, 而且魏军有一种强弩,射程远,威力大,每个士兵还配备铁剑和长戟,无论在远距离射杀还是近距离肉搏, 魏军军远胜秦军,除此之外,无起搜集大量情报,获悉秦军声势浩大表象下虚弱的军力, 于是决心一举击溃秦军,开展前夕,无起做了充分军事动员,号令三军, 朱立氏都应当一起去同敌作战,无论车兵,骑兵和步兵,若车不得车,骑不得骑, 徒不得徒,虽破军皆无功,大意是,车兵不能缴获战车,骑兵不能缴获战马,步兵不能抓获俘虏, 那么,即便击败秦军也不算立功,无起的战前动员充分调动了魏军的士气, 五族们摩拳擦掌,使魏军成为不怕死的虎狼之师, 大战开始,无起采取先防后攻的策略,他有敌深入,然后发起反攻, 无起身先士卒,率五万主力直扑中路,骑兵和车兵在两翼侧应,牵制敌军主力, 秦军本来军心涣散,在魏军强大攻势面前逐渐乱了阵脚,经过魏军反复冲杀, 秦军军阵被彻底击穿,士兵四散奔逃,因进之战,以魏军的胜利宣告结束, 无起也创造了战国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,经此一战,魏国迅速崛起, 在诸侯国中赢得了崇高地位,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, 而秦国则颜面尽失,引发诸侯悲秦,秦国上下一身以为耻, 从此以后埋头苦干,力图变法图强,不过阴晋之战, 却成为秦国人心中永远的痛,秦在统一六国后,几乎销毁有关此战的所有记载, 秦国在秦穆公的手中能够迎来一个强盛期,在于秦穆公的慧眼识人, 其中就有著名的五谷大夫百里希,由于简叔, 他们用心辅佐秦穆公成就了称霸西荣的霸业, 然而秦穆公也有失守的情况,因为想要扶持能力不算太强的晋国国君, 秦穆公先后与晋慧公,晋怀公交好,又是送粮食,又是嫁女儿的, 然而当如丧家犬的晋慧公带上了华丽的王冠后, 立即撕毁与秦穆公坐下的割地的约定, 冠冕堂皇地用帝者先君之地,君王在外,何以得善许秦者? 作为借口,打发了秦国的使者,晋国闹饥谎, 秦穆公派了大量的船只运载了万壶粮食, 八百里路途首尾相连,络绎不绝,始称泛舟之意, 而当秦国发生了饥荒,秦穆公向晋国借粮食, 晋慧公不仅背信弃义,拒绝了秦穆公的请求, 还发兵去攻打秦国,让秦穆公狠得直咬牙, 晋慧公这通操作也让他遭到报应, 在秦国挺过饥荒后。 秦穆公发兵攻打晋国, 晋慧公不仅做了秦穆公的接下球, 不得不割让之前许诺的河西之地, 还将儿子公子宇留下当人质, 晋慧公想要控制公子宇, 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, 可是后来当晋慧公生病去世, 公子宇悄悄逃离秦国, 到晋国继承了军位, 视为晋怀公,秦穆公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, 两次投资的失败都没让秦穆公放弃, 他又将目光放到了流亡异国的公子崇尔, 并再次将女儿嫁给了他, 还更加以礼后代, 秦穆公24年, 秦穆公帮助崇尔回国登位成为国君, 视为晋文公, 晋文公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, 回去就干掉了晋怀公, 从此晋国与秦国开始了一段不长的蜜月期, 秦穆公图谋中原的野心, 并没有因为接二连三的打击而磨灭, 但他没想到的是, 晋文公也有同样的野心, 秦穆公25年, 周王室爆发子代之乱, 周天子的告急文书, 发到了最近的秦, 晋两国, 就在秦穆公打算起兵秦王时, 晋国大夫赵衰, 也以敏锐的嗅觉, 发现了秦王的益处, 求罢莫如入王尊周, 周晋同姓, 晋不先入王, 后秦入之, 无以令于天下, 方晋尊王, 晋之姿也, 赵衰的建议得到了晋文公的首肯, 晋军不仅成功护送周湘王, 回到了周都洛邑, 还斩杀了叛乱的王子代, 周湘王大为感动, 把河内杨凡两帝赐给了晋国, 而跟从出兵的秦国, 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, 秦穆公32年, 晋文公和郑文公去世了, 秦穆公认为, 阻挡秦国东出的蓝路虎已经倒了, 于是出兵攻打郑国, 同时在找机会与晋国争霸, 但孟明氏,西启竹,白衣炳三位大将却不太争气, 屡战屡败, 秦穆公也陪着他们屡败屡战, 之前的秦晋之好, 在战争中消磨殆尽了, 投之王帝然后存, 献之死地然后生, 经过几次沉痛的失败, 孟明氏与秦军被水一战, 最后打败了晋国在小山掩埋, 祭奠惨死的将士们, 虽然侥幸得胜, 但秦穆公也从称霸中原的美梦清醒过来, 他痛定思痛,采纳谋士鱿鱼的建议, 不再继续投铁向东, 而是将视线转向了西方, 当时秦国的西方遍布着戎敌满蚁, 他们与秦国的关系是好时坏, 其中势力最大的西戎国家分别是, 棉珠、滚荣、义渠、乌氏、 渠眼、大力、 芝荣等, 且一度是秦国的强敌, 早在商, 周就有对戎人国家的记载了, 而且无论是商朝还是周朝, 秦人都是奋战在西垂的一线, 为王室守卫边疆, 甚至好几代国军都死在了战场上, 因此在东晋中原无果后, 秦穆公希望能从西方找到突破口, 秦穆公三十六年, 在尤余等人的辅佐下, 秦穆公军出征西戎,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 迅速征服二十多个戎敌小国, 不仅稳定了大后方, 还获得了大量土地, 得以监国十二, 开抵千里, 这些成绩都让秦穆公声名大噪, 就连周天子也派来代表表达了祝贺, 送上金谷和西方诸侯之伯的称号, 秦国也借此确定了春秋四大强国的地位, 和未来全取天下的基础, 秦穆公是秦国有名的国君之一, 他有争霸中原的野心, 也有忠心耿耿的谋臣武将, 但可惜的是, 遇上了近乎不可能战胜的晋国, 比起秦国, 晋国的国君也有野望, 有着比秦国更多更贤良的文臣武将, 更精良的瑞士和更广袤的土地, 国力上鸿沟的距离, 让福利了晋国三代君主的秦穆公,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晋文公当了霸主, 心中的不甘可想而知, 在外无援助, 被有隐患的情况下, 秦穆公能够及时脱身属实难得, 还为子孙后代打下了一大块地盘, 天子至伯, 诸侯碧鹤, 为后世开业, 甚光美。